圣马雕社区进行会 是有一群蒙神呼召的美国华裔基督徒 组成的信仰纯正基督教会 宗旨是以真诚分享祖耶稣的爱 以仁爱服务社区 以宗信培育信徒 这里有神的同在 有人间真爱 这里是人生的同在 香港湾是清新家园 欢迎 有粤语、国语和英语的聚会 欢迎您和您的亲友光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伴随着你熟悉的旋律 活出精彩今天晚上又与你见面了 我是魏开勇 圣马雕社区进行会国语堂的传导 大家好 我是圣马雕社区进行会的主任牧师朱真理 非常高兴能够与大家见面 如果你是我们节目过去的忠实观众 我相信你久违的期待 今天晚上得以实现 活出精彩是一个以圣经真理为根基 以生命建造为目的的生活节目 我们真的期盼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都有一个卓越的生活 都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在节目停播的这一段日子里 我们实在经受了许许多多神的恩典 我们也收到了来自电视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许多的来信和来电 正是你的吉利鼓励和期盼 让我们今天有机会重新坐在饮品前 与你相见 对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特别欢迎你 我相信这一个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是的 见证真爱活出精彩 这个当初放在我们心里的期盼 一直存继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不断地在为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祷告和祝福 我相信我们的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 垂听我们的祷告 祝给你许多的平安健康和喜乐 对 但是有时候一个精彩的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的 特别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上经济争执的一切的危机 以及我们生活里面所面对的一些的困难 有时候我们发现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如人所愿的 上帝虽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残难 花香残满 但是祂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 赐给我们恩典力量去胜过一切的患难 说得真好 那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真是要高度强烈的关注心灵健康这个话题 我们如何与一个健康的心理 面对我们人生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这是我们今天新的系列节目 要与观众朋友们分享的 我相信这个话题是你我共同的需要 你说是吗 如果是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第一期节目 我们想讨论如何来走出悲观 活出精彩的人生 我想请朱牧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可以交流一下 到底什么是悲观 什么又是乐观 悲观跟乐观 是人面对各让人生遭遇的一种解释的形态 在人的生命当中 其实我们都会遇见挫折 遇见困难的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去解读这一些外在或顺或逆的环境 还有我们怎么样的以自我的评价来去面对这一些的遭遇 这一个观念其实跟人的性格 信仰 家庭背景 以及在生命里面各样的阅历有关系的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从小就遇见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患难 打击失败 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他无法去胜过这个命运的拨弄 或者是天意为难 那他就心里面就有一种苦毒 或者是长期的如果面对这一些过分的焦虑 惶恐 那他可能就会让他失去了信心 然后他就会很悲观的去看事情 那可能把事情会想象的很可怕 或者是把事情的后果想象的好像有一个灾难性的后果的时候 其实这一种消极这种负面的一种态度看法会带来人生很多负面的情绪 而这些负面的情绪会影响着我们心灵的健康 相反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人生的困难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当我们遇见这个危机的时候 其实可能可以变成一个转机 而且可以靠着神的加力 还有觉得天无绝人之路 自己是可以胜过的 那有这一种的感受的时候可能就会带着一种平安喜乐的心去面对人生的顺利 这一种就叫乐观 我想信靠神的人是比较容易抱着一个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恶劣的环境 刚才是我谈的一些的观点 但是在人生实际的一些经历上面又怎么样呢 请大家看看Mandy跟King 他们在生命里面如何靠着神 加给他们的能力去面对一切的困难 当时我是因为工作关系 我从三凡寺搬到了圣马调 然后呢因为是租了老板亲切的一个房子 那当时老板大概以为我住进去以后 不大愿意搬走 所以呢就请我的朋友把我赶出来 那我朋友的孩子正好从洛杉矶回来 回来呢他就想趁这个机会就叫我搬出去 那我当时还没找到房子 那那个朋友的儿子已经把家具都搬进来了 所以我的家具只好丢在院子里 然后我就当时我情绪很不好 然后我带了两个孩子 我就一家一家去问有没有房子可以租给我 当时我心情好不好 很不好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先生 我说先生啊 我说美国我真的没办法待下去了 因为一点人情都没有 我先生说你要是现在回来我们怎么办 两个孩子读书读到一半 那还好这个时候正好我有一个朋友 是教会的姐妹 她就帮我介绍了在教会附近找到了一个房子 那我找到那个房子以后呢 我的心就开始定下来了 定下来以后那个姐妹就把我带到教会 她说你现在离教会很近 你不会开车 但是呢你可以走路到教会啊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教会了 所以说人们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因为有这个机会我就进了教会 我就认识了主 要不是这个机会 我可能不会去教会 因为我没有车子了 因为受那个条件的限制 没有车子 又没有朋友 所以因为神他安排好 让我能经过这个磨难 经过这个当时心里很愤慨 觉得美国为什么人情为没有 然后好朋友又欺负你 所以我当时很悲观 我觉得美国太不好了 但是我现在找到了主 我觉得美国最大的好处 就是让我找到了神的家 人是我无家可归 但是神帮我通过这个机会 找到了永远的家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见证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先生 就是我先生跟人家合股的生意失败了 当时我们的两个人就心情很低落 因为一个要面对经济上的损失 另外一个要面对他失业了 我们没有经济来源 所以我们两个人呢 就经常吵架 经常火山碰地球 所以呢 我先生那时候心情也不好 所以呢他也会 我们两个人你指着我 我指着你经常地吵 正好有一个机会 我不敢叫他去教会 正好有个机会 我说老公啊 今天星期六 你没有时间没有事情做 你陪我去教会吧 当时我是试探他 能不能陪我去 当时他很累的好啊 当时是什么情况 让你很快就答应我 陪我去教会的 因为当以前他通过帮房子 那个时候他就 那个时候我在香港 因为考虑到生活问题 他真的是这个情绪很低落 他打电话跟我讲了这个情况 我就觉得怎么他就是心情这么坏 会不会影响到小孩子读书啊什么 后来为我每年一半是来 飞来美国两次嘛 后来就我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好像心情跟以前不一样 虽然我们是住人家的地方 跟我们在香港住 比较有一点差别 环境啊什么 但是他很若观的 我说你怎么心情这么好 他说就是他去了教会以后 觉得对他人生起了一个新的变化 他是就在困难也好 就是圣经也好 他能够都得到神的恩典在帮助他 他觉得 而我就想他去了教会 真的是一个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当我就是他刚才讲的 那个生意碰到问题的时候 他叫我去教会 因为我那个时候自己也碰到 自己在自己的头上来了 这个问题就情绪很低落 因为合股生意的事情 就是我退出以后 我也在经济上也有一个省市 但是就在情绪上面也不是太好 他就说那你还是要跟我去教会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为我经过他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对我来说 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帮助下 他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生活转变 当时我想 真的我也很容易去 因为当时以前工作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星期六星期天要上班 这个时候他跟我一讲 我就觉得我也应该跟他去教会 听听就是为去认识主演书 对我是不是有帮助 然后我就跟他进去了教会 刚才这一对夫妇 Mandy和Ken 她是来自于香港的移民 他们在来美国生活的这个经历 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遭遇 因为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你的老板 都可能做出一些让你很难受的事情 想不通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来把眼光调整 从神的眼光来看 这个经历到底对我生命有什么样的造就 我真是何等的美 那下面我们要来听一位弟兄 他是讲广东话的安托尼 他要给我们见证分享的 将是如何在这样一个乐观的心理当中 还是要去直面困难 去面对困难 勇敢地迎接挑战 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见证 我一个不是很平凡的童年 亦都有一段很多伤痛的往事 而且我读书的时候 我是读管理的 虽然我专科是音乐 但是管理的范畴 将我变得是要思想很多东西 特别是计划、将来、很多大小的事 所以令到自己 凡事都往最坏方面去打算 因为我们需要找出有什么发生问题的可能 然后尽早提供解决的答案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去打拼 去做 都做得好像有声有色 但是当凭着自己的血气去打拼的时候 你知道后果就是 到后来就会有很多东西 一样东西都撞板 撞板的时候 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再撞 又撞更多的板 以至到 虽然我信了主二十几年 但是好像是当你经历过 这些生命里面的高高低低的时候 你才觉得原来我需要再重整我的信仰 就是说原来我以前很多很简单的道理 我是忘记了或者是焦点不错 原来现在重新再学 在学信服和信靠 信靠就是不是再凭着自己知道什么去做 又是凭着我知道主耶稣 他会怎样去照顾我 以至我以前是会担忧到 胃溃羊 胃病 很多人都出来了 但自从我说懂得 神啊你送给我的应许 你一定会承诺 就是说不如为明天憂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汤就够了 我真的那时回去了 我就从此没有再失眠 那现在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 为什么你面前还没看得清楚 你又经历这么多挫折 为什么你仍然还是这么 好像天下来当劈针 这么好玩的 其实一点都不好玩的 但是因为有耶稣 因为神的应许就好像 我一个BB仔重新再生活过 当我真的依赖他的时候 当我完全信靠他的时候 生命就完全改观 虽然我的境遇没有改变到 但是我整个人的心态 以至影响到我的一切行为 做作甚至我的思想 令我真的可以完全放下来 也都很平静的 就是说我现在再不追求我想要什么 我只是想去尋问 去尋求神的心意 就是说你究竟想我在什么时刻 去做些什么 会更符合你的心意 这个就变成了我现在生命的一个目标 安特尼刚才的分享让我们看见 基督徒其实也会面对人生的困难跟挑战 不同的是他心中有耶稣 有神的带领 有神的恩典同在 所以虽然他在风浪当中 他还是能够有盼望 有平安 有喜乐 而且可以靠着神的力量去乘风破浪 原来人生的困难未必一定是负面的 有时候我们回头一看 我们才发现 那一个困难可能是一个化了妆的一个祝福 上帝是真上美的源头 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顾我们爱我们 他也是全能的真神 他甚至可以使用一个困境来去成就他的美意 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谦卑 也可能是我们一个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 只要我们靠着神的力量去面对困难 神可以帮助我们活得更成熟 活得更美好 以下请大家看看另外一位弟兄 Alex他的一个见证 朋友们都说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比方说这次就是前段时间我出了车祸 当时在出车祸之后 因为还有教会的服饰的工作要做 好像我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 就又去了那个服饰的地方 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么乐观 其实真的说起来的话我并不是一直这样乐观 就是好像对很多的事情的发生都会有抱着一种喜乐的态度去面对 曾经的我呢就是过去自己在做生意的时候 经常会对很多的结局呢就是抱有一种很悲观的态度 所以呢自己也是失败了很多次 甚至对于很多的事情呢自己没有勇气和那个毅力去坚持到底 在我真正开始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 我就开始觉得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能够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 所以呢在我经过祷告之后呢 我就开始重新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工作 自己又出国到了从澳大利亚开始 然后现在到了美国 所以我整个这样一条路呢 过程当中呢自己就是说 有那种毅力去坚持不懈的去学习 去在一个事业上去这样子做 我的感觉呢就是因为我有了这样一个信仰 这样一个对神对主耶稣的这样一个认识 因为在他那里神那里在主耶稣那里 我找到了依靠 我知道我的未来是光明的 我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知道我将来只要我能够顺服聆听他的话 照着他的教导去做 我就一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所以呢我有这样的信心 人也就变得更加的乐观起来 就像这一次虽然车祸车子撞得很厉害 而我自己这边的门也撞了非常的 就是当时整个就是扁进去 连车轮也扭曲变形 但是我自身人生一点都没有事情 然后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 我都知道 其实所有的苦难 所有的挫折 都是神对我的教导 神在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 在教导我 指引我 所以呢这些都不是说 应该说觉得应该是值得悲观的事情 反而这些事情是让你 让我可以能够更好地去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更好地去面对未来 刚才为我们做见证的这位弟兄啊 正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编导和制作 他说他有一次在他的朋友的书房里 看到一句话说 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在那一刻中 真的他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让他触摸到了神 从此他的人生就不一样 他就开始去面对各样的环境和问题 他不是逃避 不是抵挡 而是学功课 我相信他的见证 一定能让你好感动 那下面呢 我们真是要来请朱牧师 我们再来给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们人生面对这种悲观的时候 怎么样来走出来这样一个历程 刚才的一些朋友 他们的分享里面 让我们可以有一些学习 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说眼有光使心欢喜 什么叫眼有光呢 那个意思是说 我们的眼睛看着美好的事情 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的专注在事情美好的一方面 那我们专注什么呢 愿意我们专注在神的大能 慈爱和恩典上 如果我们知道神是凡事都能 而且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话 我们就有能力去面对人生 而且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他爱我们 我们也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去面对困难 我们常常数算他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 也愿意我们多倚靠圣经的话语 我们去度过一切的难关 因为圣经里面的话语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 也让我们去建立一些真诚互助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有一种无理感 是很多是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 如果我们有一些好的朋友 可以互相的鼓励 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相爱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 鼓励大家参加教会的大家庭 在当中我们可以更尽力神跟人的支持和关爱 希望大家可以在当中里面有得着 请大家一同的祷告 全能慈悲的真神 谢谢你对人类的大爱 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在我们人生迷茫的时候 给我们指引 给我们方向 请你教导我们 懂得怎么样放下我们的重担 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请你赐给我们信心 智慧 能力 帮助我们除掉 我们在人生当中的悲观和负面的态度 求你帮助我们 克服我们的一切的困难 叫我们相信和精力 靠着你 那加给我们的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见证真爱 活出精彩 改版后的新一期节目 我们就要与你说再见 我们与观众朋友们有一个约定 期待你在未来的一个星期里边 是充满喜乐 积极 乐观 向上的人生 我们下周 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星马丢社区赈讯会 是由一群蒙神呼召的 美国华裔基督徒 组成的信仰纯正基督教会 宗旨是以真诚分享主耶稣的爱 以人爱服务社区 以忠信培育信徒 这里有神的同在 有人间真爱 这里是人生港湾 是倾心家园 欢迎 有粤语、国语和英语的聚会 欢迎你和你的亲友光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